大家好 在上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处理蜘蛛NPC 对玩家角色 造成伤害的这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的期末作业规定的是要有两个 不同的NPC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 第2个NPC的部分 蜘蛛这边我们是让它在场景里面到处乱跑 就是 漫游的方式 所以第2个玩家角色呢 我们就考虑使用追逐 tracing的这个方式 来制作他的AI 好那我们首先在blueprint这个资料夹里面 先建立一个新的 character blueprint 那我们把它取名叫 Trace NPC Trace就是追逐的意思 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 Trace NPC 我们看到这边有 它的胶囊 然后我们选到 Mesh的部分 目前是空的 那我们先借用 我们的第3人称 范本 就是 Mannequin 的这一个 角色模型 来使用 然后 之后我们会再把它 代换成 Market Marketpress 下载的其他模型 这个也是 就是大家以后 制作毕业专题 或者 实际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一种方式 因为 Mannequin 这个角色 反正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模型 而且它 已经有 Animation Blueprint了 那所以我们在 制作 它的整个 整个完整的 Blueprint 的时候 就可以 先 不用去伤脑筋 Animation的部分 直接就可以去 处理 AI的那一个 部分 好 那当然 照惯例 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 要先 调整一下 它的模型 角度 转 -90度 然后 高度把它 拉到 胶囊的 底部 这边 好 我们切到 测试图这边来看一下 确保 我们 它的 脚底 会跟 胶囊的 最底下 是 一致的 好 我们调到 对 差不多 这个位置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 Event Graph这边 那其实这几个Event 我们都不需要理它 好 然后 而且在 Component这边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追逐玩家角色的功能 所以我们 在 选到最上面 然后 在 Add Component这边 选择 Pong Sensing 这一个 Component 好 然后 选到 Pong Sensing 在Event Graph这边呢 按下 滑鼠右键 加上 就是这边 On C Pong 这一个 事件 就是当我们的 NPC 看到 有 这个 角色 角色在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好 那 很基本的呢 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 要去追逐它 那所以 最基本的部分 我们就是 用 AI Move To 然后 AI Move To 这边的Pong 这个不是从这个地方直接拉过来 这边的 这边的Pong 我们就是 Self 就是 这个 NPC 本身 这是 AI Move To 这个 指令 然后 Target Actor 就是我们要去追的那个角色 那所以 本来 本来应该是 这样子 拉过来 就可以了 好 那但是事实上 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 因为 比如说 我们在 在我们目前这个关卡里面 还有很多的 蜘蛛 会生出来 好 那这些蜘蛛 本身 他当然 他也是Pong 也是 也是棋子 所以 我们这边的 Ansi Pong呢 他会看到的 不只是我们的玩家角色 他也有可能会看到这些蜘蛛 然后他就去追蜘蛛了 那这个 当然就不会是我们所想要的 所以在我们执行 AI Move To 之前呢 其实我们要先做一个 Cast To 的动作 就是 Cast To Should Be Player Character 这边我们 Cast To Should Be Player Character 好 所以这样子 就是 确保说 我们 呃 这个 NPC 他所 看到的 这一个 角色呢 是我们的 玩家角色 而不是看到蜘蛛 他如果看到蜘蛛的话 那 就会是 Cast Fail 所以就不会 去执行 这边的 AI Move To 好 那这边 这个 记得要把它 连上去 好 那所以这边的 A Should Be Player Character 我们就把它 连过来 连到 Target Actor 这个地方 好 那在这条线这边 稍微按两下 然后把这个 往下拉一点 好 这边 看起来是 这个线比较 不会打结 OK 好 所以他的 追逐的部分 就 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好 那还要记得什么呢 在 呃 选到Mesh这边 别忘了 我们要设他的 Animation Blueprint 所以 这个是第三人称角色 我们就选择 Third Person App 好 OK 好 那这样子 我们这个部分就设定好了 我们把它 Save compile一下 好 那现在回到 关卡里面 我们就把 这一个 角色 拉到我们的 场景里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他会 背对着 虚比 那如果背对着他当然就不会感应到 所以我们在 测试之前呢 我们就先把它 稍微转个角 角度 让他 可以看得到 虚比 好 那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好 我们看到他被 虚比弹开 那但是 刚刚他的血量 确实有 减少 好 那所以 可能我们要把他的 移动的速度 调慢一点 那我们选到 Character Movement 这一个 Component 那在他的 Walking 就是走路的 速度这边 这个Max Walk Speed这边 我们把它调慢 那我就调到 100好了 让他 慢慢走 好 那我们再来 测试一下 这样子 慢慢过来 好那他在追到之后 就看到血量 一直扣 好然后 如果虚比 移开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漫郎中 还是会 继续的 慢慢的走 靠近他 好那 但如果 虚比离开了他的 视线范围 他就不会再 追过来了 好 这个 当然就是 Punk Sensing 这一个 Component 本身 设计上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 调整 NPC的 速度的时候 可能要 稍微 思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准备把 Mannequin的 这个模型的代换成 我们在 Marketpress里面 找到了其他 更有趣的角色 那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Marketpress里头 我特别用的是 Pyrogan系列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在 Pyrogan这个 系列里面有 很多 做的很漂亮的角色 像我们的 虚比 等等 那我这边会 用到的是在 Gideon Gideon这个角色 底下的 其中的一个模型 在这边给大家 看一下 因为Gideon这个角色 他 除了标准的 的 角色之外 他 还有 四个另外其他的 的角色 那 特别是 在这边 这一个 骷髅船长的 这个 这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型 蛮有趣的 这个就 蛮适合拿来当作 NPC 像这个 可能看起来 比较 比较像是 大魔王 这样子的感觉 那总之我就 就 决定 用 这一个 骷髅船长的 角色 那再回到 回到 NGO这边 那所以我之前就已经把 Gideon 这一个 package 加到 加到我这个专案里面来了 那 我们打开这边的 character 然后 Hero Gideon Gideon 在Paragrim 系列里面的 角色 如果他有 很多个不同的模型的话 你可以在 Skins 这个地方 去找到 其他的 模型 他的主模型 会在 Mesh 这个资料夹 那其他额外的模型 都会在Skins 就是 皮肤 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若 大家用的是 其他的 角色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 好 那在 这个地方 它是在 Undertal 这边 所以我再打开来 给大家 先看一下 就是 这个 骷髅船长 就是 长 这个样子的 好 所以回到我们的 NPC这边 因为我们 先知道 他的名称 就是这个 Gideon Undertal 那我们 再回来 到 Mesh这边 那我们就用 输入 Gideon Gideon 然后看到这边有 Gideon Gideon Undertal 那我们选择 这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 这样子很快 角色就被我们 带换过来了 那 带换过来之后 当然 他的 Animation Blueprint 也需要换过来 那所以我们就 一样在这边找 Gideon 这个Animation Blueprint 好 那我们就看到 他就会 摆出这个 Pause 那当然 通常 这就代表 我们的Animation Blueprint 设定也是正确的 好 那这边我存档之后 我们来 测试一下 OK 好那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 我们会看到 这一个骷髅船长 他并不是用走过来的 我们再 放置再给大家看 他会先站起来 然后 慢慢慢慢滑过来 好 然后在整个追逐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 对 就是我们会看到 这个骷髅船长 始终都只是用滑的 而不是用走路的 好那这样子 对我们的 游戏来讲 就是 不太OK的了 好那这个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原因 所造成 到底是 这个 Animation Blueprint的设定不对呢 还是 还是怎么样呢 那后来我 查过了一些 资料之后 发现 就是 在Paragon的整个系列里面的 的所有角色 包括像 薰比 包括这边的 Gideon 等等 这些角色 他所使用的 Animation的 控制方式呢 跟 Mannequin 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用一种 呃 你也可以说他是更 高级的一种方式 他叫做 RootAnimation 这个 稍微打一下这个文字 给大家 看一下好了 好 这个文字 他叫做 RootAnimation 什么叫RootAnimation呢 我们的 呃 所谓InplusAnimation 的 动作 在设定的时候呢 所有这些动作 都是在 原地 进行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个 跑步的动作的话 他就是原地跑步 然后走路的动作就是 原地走路 好 那这样子 InplusAnimation 对于我们 传统的 做游戏来讲的话 会是比较 方便的 因为 事实上我们在移动 这些角色的时候 其实 我们移动的是 这个 胶囊 让胶囊 一直 一直动 然后 所有的 角色 他的这些动作 都只是 在原地 进行 那当我们 的 胶囊 移动的速度 没有太快或者太慢的时候 那他的这些走路或者跑步 其实看起来仍然是很自然的 那这种方式叫做 InplusAnimation 原地 原地动作 那 RootAnimation 指的是说 这些动作在制作的时候呢 它是会产生位移的 也就是 这一个角色的 Root 就是它整个骨架的 根 根部 Root 这个点 本身就会移动 所以我们的角色的 位置改变呢 不是透过胶囊 来控制 反而是相反的 是直接 就是让 角色的 Root 的位置的 改变 来 驱动 这个胶囊的 位置改变 好 那以上 解释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得懂 听得懂 那但是 再换个方式来讲 就是 当你使用 RootAnimation 跟InplusAnimation 的时候 我们的 CharacterController 动作控制的部分 动作控制的部分 其实是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 然后 同时 我们的Animation Blueprint 也会是 不太一样的 那如果像 我们现在 这边 的方式 的方式 就是我们 原本的 这个 角色 原本用 Mannequin 的时候 就是假设 我们的 整个 AI Move 等等 等等 都是用 InplusAnimation 方式来驱动的话 那当我们 把这个角色 代换成一个 使用 RootAnimation 的 Animation Blueprint 的角色 的时候 就会 发生像 刚刚的情况 它没有办法 驱动它去 走路 我们会看到 它还是会有 位移的改变 但是 就没有办法 让它做出 走路 这种样子的 动作 好 因为 RootAnimation 它其实是一个 比较 进阶的课题 反过来讲 如果是 动画组合同学 要利用 Unreal 来 制作动画短片的话 那其实是非常有必要要了解 RootAnimation的使用方式 然后 透过RootAnimation 来 制作 我们的Animation Blueprint 最终做出来 你其实可以 做出 非常 非常真实 跟你直接 在 MAYA里面 所制作的 动画 动作的流畅程度是 完全不相上下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 比较简单的游戏里面的话 因为 我们的 这个 骷髅船长 他的 现有的Animation Blueprint Blueprint 用的就是 RootAnimation 那 就是会造成问题 所以我们 没有办法使用 他原本 随着他的 这一个 Package 就是 Epic Games 帮我们 做好的 这个Animation Blueprint 我们在这边直接要 使用他 麻烦就蛮大的 好 可是我们问题还是要解决 怎么解决呢 这个叫做 三不转 路转 我们就 把 Manneken的Animation Blueprint 转给 这个角色来 使用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 使用Animation Retargeting 与Animation Retargeting 把 原本的第三人称 Manneken的Animation Blueprint 转给 这个骷髅船长 所以在这边我们选到这个骷髅船长 然后选到他的Skeleton 但这边又会变回 原本的Gideon 这个角色 这个我们不用管他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操作他的Mesh 是在操作他的骨架 然后我们在 Retarget Manager 这个地方 在中间 SetaRig 这边 就要选到 Humanoid 这样子 设好之后 那这边 先 存档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打开我们的 Manneken 的 骨架 所以我们选到 Manneken这边 然后打开 Manneken的角色 一样 一样选到骨架的部分 Retarget Manager 然后 一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选到 Humanoid Rig 然后同样存档 好 那现在他们 两者之间 就可以 进行 Animation Retarget 好 那我们现在 再回到Manneken这边 在Animation 资料夹 的地方 找到 他的第3人称 Animation Blueprint 然后 按下 滑鼠右键 选择 Retarget Animation Blueprint 然后选择 后面这个指令 好 那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Gideon Skeleton 我们 基顿的 这一个 股价 然后我们这边要选择 我们要把这个Animation Blueprint 转到什么地方 那所以我这边按下 Change 然后就在 这边我已经建好了一个 Animation的资料夹 所以 在这边 那我再建一个新的资料夹好了 那我就把这个 新的资料夹 称作是 Eden 基顿 这个资料夹 那我就选到这个资料夹 那我按下 Retarget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 然后 我们就把第3人称 范本的Animation Blueprint 整个 转到这边来了 包括像他这个 走路的部分 这个就是原本 Manneken 的 走路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 的 TraceNPC 这边 那刚刚我们这一个 第3人称范本的 转过来 Retarget的 这一个 也叫做 Third Person Animation Blueprint 那 为了不要 混淆 所以我把他的名称先改掉 我把它改成 Gidem App 那这样子让我 比较方便 可以找到他 那到TraceNPC这边 Animation Class 那我就来选 这个 Gidem App 那他就会 换成 这个姿势 好 那我们再 回到这边来 那现在我们再来测试 我们就 看到他就这样子 慢慢的走过来了 然后就可以 造成伤害 OK 好那因为这个 角色是 这样子的一个 骷髅的角色 所以 刚刚的走路速度 我觉得还可以再让他在更慢 一点 所以我们在Walking这边 我再把他 再稍微降一点 降到75好了 好像他 比较有一种 僵尸走路的感觉 OK 那我们就让他这样子慢慢的走过来 所以他现在就会 一直追着 我们的薰碧 OK 那到这边 我们就 完成了 第2个NPC的部分 那在 下一段影片 我们就 再来 处理 薰碧 来攻击这些 NPC 那 这段影片 我们先介绍到这边 这段影片 我们在给你